你好 有个旅客不当使用我们的列车内的行李架 那甚至爬上去为了拍摄的需求 而可能造成行李架的功能会受到影响 那这是不可取的 因为我们台铁必须要长期的运载各个旅客 从北到南,从西到东 所以旅客有些运输上的需求 必须要把行李架上放置他们的行李 那如果您不当使用的话 可能会因为它的设计沉重的关系 而造成松脱或是摇摆 而有些后续的危险的隐患 所以建议台铁局必须要依照体力物法的规定 那以及在我们的运送契约第六条的规定 那当旅客违反工序良俗 或是不当的使用 并且有造成其他旅客的一个权益的受损 骚扰的话 那可以解除契约 所以希望台铁能够具体的为了后续旅客的权益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不当行为 能够有一个适度的一个惩处 那另外也建议各位 比较喜欢拍摄的旅客 拍摄影片的旅客 那你可以使用一些虚拟的方式来做进行 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这个绿幕的方式 你可以做影像的合成 你可以先拍摄一张台铁车厢内的一个情况 然后把它拍摄起来之后 当作背景 然后再做绿幕的方式来呈现 那一样可以得到一些不错的效果 而不必要为了拍摄影片的一些效果 然后来违反到我们一些法规 或甚至于其他女客的权益 以上说明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